好我們趕快帶大家來看到來自新北市議會的最新畫面 就是剛才提到的由新北市議員林國春 帶一位向政賢父母的一個道歉的內容做了說明 我們趕快來看 但是既然發生了重點在什麼 事後的解決方式 成立一個專案小組去協助去輔導去諮商 包括勞工局執災的問題 這些日後 好剛才這個林國春議員已經幫這個政賢的父母 把這關道歉聲明給唸了出來 那麼雖然說這樣一個道歉恐怕沒有辦法 彌補所有受害者的傷害 但這個道歉動作實在也是必要的 我趕快請教鄧教授 這樣的發展是不是至少都往正向的發展去 表達道歉記 大家是不是可以稍微舒緩一下這樣的一個驚恐 是是是 我這邊大概就古今中外 各種一個犯罪學到21世紀之後 有一個所謂的發展犯罪學 一般而言有兩個象限 一個是犯罪或偏差行為 另外一個象限就是他的年齡 古今中外 一般而言的人到大概十七八歲左右 那個是青少年狂飆期的時候 他行為會比較稍微乖章一點 但是很快的他就回復下來 一般的犯罪人他到二十歲左右 會有一個很明顯的方式下降 像我們的政嫌 他就是從起點是一樣的 跟我們人都是一樣 但到最後竟然發展到一個隨機殺人 完全沒有原因的去殺人 那就一個很特殊的 為什麼一樣的起點 會發展成不一樣的終點 這個過程啊 我是比較強的 因為我是屬於學犯罪預防的 這個過程裡面 好 案子已經發生了 希望能夠亡羊補牢 找到一些對策 是好的 馬俄律師沒有共犯嗎 因為沒有禁見 認為他不會有共犯 真的嗎 至少目前看得出來 至少目前檢方掌控的證據 沒有任何證料 因為我認為政嫌沒有被監聽 因為他是隨機的 所以也不會有監聽 監聽我們會發現有共犯的問題 所以應該是 看不出來他整個採購 採購刀具的過程沒有人幫助 目前看不出來 他有告訴朋友同學 他要做什麼事 可是那不見得 告訴並不代表參與 這個共犯是有參與 會給予助力的行為 是要參與 但是我覺得 父母親 我還是要呼籲一件事情 父母親的確對教育小孩子 有可能有一些責任 但是法律上的責任 基本上他是成年的 我相信今天再怎麼負責任 是他個人負 我們也沒有必要去要求 他的父母親 他的父母親願意 其他所能去賠償這些被害人 那是他為對小孩子的愛 希望小孩子的法律責任能夠減輕 但是我們千萬也不能夠 要求他們家人 有權利去要求他家人 一定要如何如何 我覺得這一點要把它分開來 法律責任跟道律上的責任 要把它分開來 因為我們不希望 這些家人到後來會經不起的一些壓力 造成更奇怪 這些產生一些汗刺 我覺得這就不應該了 是 好的 來 蔡委員 基本上我們政府有責任 讓台北捷運恢復到過去 讓人家覺得是一個安全 舒適可靠的 你可以在上面睡覺的 你可以在上面看書的 如果說 被這個驚恐的場合 那我們就失去 我們政府的責任也不對了 像很多人 要特別表演一下陳鋒 這樣的一個英雄人物 如果說我們政府不去鼓勵 積極正面的力量的話 那些負面黑暗的勢力 就會佔據我們台灣 謝謝 OK 謝謝 非常謝謝 謝謝